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规划预算乃至最终较为精准的报价 这是方便业主对装修花费的把控 衡量以至于最终的选择 但是所谓你有张良记我有过强期 有一些无良的装修公司和游击队 他们也想出了很多蒙蔽消费者赚取利益的方法 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看 究竟应该如何来识别这些报价里的陷阱 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 业主往往会先了解装修公司的报价单 由于缺乏经验 极容易被报价单末尾的超低总价吸引 殊不知这看似超值的价格实则暗层选机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装修报价单中隐藏的猫腻 那么今天我们依然是以远程视频的方式 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为您来解读究竟装修当中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第一位嘉宾是知名设计师我们的老朋友王平仲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平仲 王平仲设计师 英国伦敦大学建筑设计硕士 第二位嘉宾是聚通装饰集团的商学院院长 培训导师殷肖锋 大家好 我是殷肖锋通装饰集团商学院院长 培训导师 欢迎两位 史上最长最遥远的路就是那些走不完的套路 这个话我们经常能够听到 那么在房子装修的过程当中 报价单是每一位业主都会接触到的东西 这也是决定我们装修费用的一个凭据 但是殊不知 其实报价单上也有很多的陷阱 最初看报价单不细心 导致增向不断 最后装修费用就会严重超值 那么我想问一问殷老师 这个装修报价单 究竟作为普通消费者 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 简单说就是抓大放小 所谓抓大放小 我给大家介绍两种 我们一般市面上常见的预算方法 一种叫加法式预算 一种叫减法式预算 那么我们相对而言觉得减法式预算 对消费者更友好 为什么说加法式预算 对消费者不太友好呢 就是这种预算方法是上来以后 请消费者对装修的所有细节 几百个 几千个 把这每一个项目 一个一个全部加起来 成为一个最后的一个合同 那么这种预算的方式呢 对于一般不太了解 装修的消费者来讲 是不友好 很多人这个问题 三五个以后他就懵了 他搞不清楚 我应该怎么样去做 那么减法式预算 他上来先给你一个装修总价 然后告诉你 这个总价里包含了 你家里面装修的 所有的内容都在里面 然后我只要在这个大的分类 我去搞清楚 去了解 并且去看一看 它没有问题 那么最后合并起来 就意味着这个整个的装修 是十拿九稳了 那如果说我们以一个三口之家 两室一厅来做例子 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 比较具体的参考 假如说我们以100平米 建筑面积的一个房屋装修为例 那么市场上平均参考价来讲 它会有一个整体的大包价 但是这个当中 我们一般主材 就是装修的材料 大约费用大概在七到八万左右 然后像人工费 大概在四万块钱左右 然后还有像家具和电器 加在一起 大概五万块钱左右 差不多 那么还有像软装部分 软装部分一万块 那么这样的加在一起 这几个部分加在一起 一套就是大概十八万左右 十八万并不重要 就是这个总价并不重要 因为有的人 他装修的比较好一点 有的人也可能 这样就要求便宜一点 重要的是我们讲到的 把它进行分裂以后 每一个项目 在整个装修当中所占的比例 这个是大家 我们要重点介绍的 的确每家装修的喜好 风格都不一样 那掌握这个比例是更重要的 那么这个比例 究竟我们怎么样来衡量呢 装修的材料会占到 装修总价的大概四成左右 然后人工费 大概占两成左右 家具和电器 大概占三成左右 软装占一成 如果说你会看到 有些项目 比如说装修材料 所占的份额 明显偏低 或者说明显偏高 而其他的另一些项目 相对而言 这个高了 那个低了 那个低了 这个高了 这里面可能就存在线结了 那么这里我还要问一下 这个王平仲了 装修材料的选择 这个是五花八门特别多 是不是里边也有很多 需要我们来注意的问题 模糊材料规格 是装修报价中常见的套路 装修公司会故意 直写明材料种类 而对具体品牌 材料规格 颜色等模糊不禁 而一般在市场上 即使是同一品牌下 材料也分不同的 等级和功能 报价单上不注明 后期就有可能出现 以次充好 偷换材料的情况 装修的过程中 尤其是家装的装修 老师说话 其实要特别注意几点 就是说第一个是 它的这个材料 是不是这个 有特别标识清楚 比如说是 什么品牌的 什么规格 尺寸 什么型号的 这个材料 其实那个差异性会很大 像木地板好了 那有些木地板的话 它是手工做出来的 同一个品牌 它是用手工 做出特别的机理 有一些话 就是完全是平光的 那个架材 可能差五六倍都有可能 特别重视 注意就是 它的材料的规格 还有它的系列 品牌等等 这些东西 不同的材料 它的这个施工工艺 是不是也要和我们的施工方 提前来约定清楚呢 报价清单上面 特别要注明清楚 你的施工的工艺 到底是什么 同样的木地板 你要是人质品 还是用这个最基本的 最普通的 这个常规的扑法 那价钱也会差异很大 所以工艺的要求 就会会差异很多 但还有甚至包括 因为不同的工艺的 这个要求度 所以它的人工 这个价钱 也会是不一样的 那除了工艺 需要我们特别 约定清楚之外 还有哪些细节 是需要我们 在开工之前 就必须要明确的 面积也是一个 很大的这个问题 很多施工方 它有可能在面积上 第一个它有可能 是估算失误 第二个也有可能是 去偷这个面积 然后增加这个预算 可以请设计师 去帮忙去做一个测量 因为图纸上 本身就有这个尺寸 可以做一个 整体面积的一个测量 这样的话 在施工前的话 你会有个心理的 一个想法 避免到后面 产生一些无谓的纠纷 那就是说 不能够只看总价 还得细看里边的内容 特别是里边的 像工艺 面积等等 只看总价 它会不放心 因为你细节 完全不告诉我 我有的时候会担心 所以一般企业 会提供给消费者 一个总价 另外再包含 所有细节项目的 一个详细的预算报价 但是我们要提醒 消费者的就是 这个细分了以后 它的这个潜在的威胁 可能就在这个细分里面 拆分项目 不是会让这个装修过程 更加清楚吗 那这里的陷阱 它又在哪里呢 陷阱就在于过度的拆分项目 过度拆分项目 也是一种陷阱 将一个项目 拆分为多个工序 单独报价 虽然单项看起来低 实则总价过高 而一份过于详细的报价单 还会把原本属于 一个项目的人工 损耗材料等拆分计算 重复报价 最终往往会把项目 多报多算 原来这个项目拆分里面 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呢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地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这个批墙 批墙就是只是在整个一套房子 我一批一个墙 需要多少工 需要多少料 就可以了 那么然后呢 我现在把它拆分到每一个房间 每一个房间以后呢 我就会在每一个房间里面 反复地 它又加余量 那么多出来的余量 我算了三次 或者是算了几次以后呢 消费者其实就是多花钱 那您能不能继续跟我们讲一讲 就是具体每一个大项当中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重点呢 先介绍一个 就是我们的水电 正规企业的报价呢 像100平米建筑面积的房屋 水电全部改造的费用 大概在两万块钱左右 一般这个项目啊 到后期 它会有一个费用的波动 10% 那么所以呢 我们消费者在看水电这一块呢 首先要注意第一点 就是水电部分的初期报价 不应该跟我们 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费用相差太多 第二个呢 是在后期增向 或者说是项目变更以后 那么它增加的费用呢 也不应该明显地超过10% 如果它那个费用 超过20%甚至30% 那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陷阱 那么一般是因为什么原因 会导致最后产生 这样10%左右的费用呢 水电呢 主要是跟它的这个 使用米数有关 比如说这个前期的电线 算了这里后来不够了 或者前期的管子不够了 那么后期要增加一个米数 另外一个呢 就是像管线呢 它还有这个现场 有分开槽和不开槽的 两种做法 开槽的费用呢 就会比不开槽的费用 要增加 那么这个呢 就是会造成后期增向 或者是费用增加的 一个主要原因 说完了水电项目啊 是不是接下来这个泥瓦就要进场了 这一块呢 我们需要怎么样来去判断呢 泥瓦呢 是我们这个 现在装修当中的一个大头 那么像我们一般像 这个墙地面的枣瓶 新气墙 抹灰 贴网格布 然后这个刷这个防水 然后贴瓷砖等等 这都属于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泥瓦的工种 消费者一般特别关心的是 比如贴瓷砖 这个是一个 算是一个大头 那么贴瓷砖需要注意什么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瓷砖的用量要算准 那么怎么样去算准 这个你需要最后贴多少瓷砖呢 有个小的公式 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你贴砖的这个房间的长度 去除以你这个贴的砖的长度 然后呢 那再把这个房间的宽度 去除以你这个砖的宽度 最后把这两个值 成在一起 就是你的一个 基本参考的一个数量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四米长 三米宽的一个房间 那么你要贴600乘600的砖 那你怎么算呢 就是4除以0.6 去乘以3除以0.6 那么最后算下来的是多少呢 33片砖 我听说过有一种砖 叫做隐蔽砖 是不是可以在装修当中 帮助业主省钱呢 厨房里面呢 因为我们有这个吊柜 还有下面的这个橱柜 那么这种情况下 在吊柜的背面墙壁上 和这个下面这个下柜的墙壁 和地面上的 这部分被柜体遮盖掉的这个砖 其实就没有必要去买那个 我们很好的砖 这个时候你就要买一些便宜的砖 把折的砖 只要质量合格 然后可以使用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部分呢 其实可以给我们消费者 省下很多钱 原来光这个水电泥瓦 这两个项目里 就有这么多的细节需要关注 那么作为普通的消费者 他们除了事前做好功课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帮助到他们呢 现在基本上大部分 都会请设计师了 然后帮忙去做 这方面的一个把关 比如说在估价单的审核上面 因为设计师通常是比较有经验的 他可以针对这个主材 辅料 损耗 人工 利润等等 作为这方面的一个测算 所以大致上可以把整体的预算 可以做得比较好 也就是说请外力协助 让专业人士来帮你把关 不过我还是听说 有一种套路 就是施工方会在装修的过程当中 提出增项或者增加费用的要求 那这时候业主可能就 骑虎难下只能够答应了 装修项目的中途增项 也可能暗藏了陷阱 无良装修公司 有时候会通过诱导 或者是变相恐吓的方式 让用户增加可做可不做的项目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业主听从建议增加施工项目 就变成了业主主动增加项目 最终导致的装修预算超支 也会被转嫁给业主自己承担 既然增项当中有这么多的陷阱 我们应该完全拒绝这个中途增项吗 这个合理性到底在哪里 比如说如果之前的施工方 并没有按照设计师 或者业主的要求 去做整体的报价 是故意有漏项 然后最后用真相的方式去弥补 其实这是很不可取的 也就是说 也要具体看这个增项 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对吗 对的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的增项 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有些也不能说是陷阱 但有些确实是存在着一些 故意挖坑让客户跳的情况 在贴瓷砖这块 正常贴瓷砖 它的价格会比较便宜 可能是40到60一个平方 但是当瓷砖它是45度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是贴菱形 45度贴的时候 它人工费会涨价 大概在60到80一个平方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贴小砖 但是砖越小 每一块之间 你要贴很多次 然后要保证它的横平数值 难度就会更大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工费就会更多 它可能到80到150一个平方 那么像这种情况 装修企业的陷阱往往在哪 就是前期它会只给你 按照正常的这个砖的价格 报给你 甚至是比较优惠 这个装修的工人 是否一到现场一看 说你这个不对 你这个是小砖 很贵的 没有120我贴不了 那这种时候 就是从工艺上来讲 它就逼迫着你 必须在后期进行增向增加费用 像这样的增向 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增向的陷阱了 那么合理的增向 它一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呢 所有的工程当中 尤其是家庄 因为它这个跟人的居住 是最息息相关的空间 所以人们特别的重视 中途真相 其实是在所难免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项目里面 都会有真相的 这个行为发生 那第一个的话 有可能是业主本身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他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希望这个材质换得更好 所以他会做这方面的真相 那这真相其实要事先先约定 就是如果你 人家对方还没有 真的施作的时候 你去换材料 那是OK的 那增加多少 双方协定没有问题 那支付的方式没有问题 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说 业主有选择困难症 或者说 他是一个特别追求完美的人 那么他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 要求会一变再变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也不可取 不管建筑设计或室内设计 它的工程 它其实它有一定的耐用性 还有使用寿命的 你不断地在敲打更换 那事实上会严重影响到 它的使用寿命 其实对整个施工的质量来说 是没办法获得保证的 当然是理想状况 我们希望一次性的 一次到位把整个工程就做完 那当然通常也不太可能 但是所以在真相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业主自己要真相的 真的要好好地考虑清楚 尤其最好是跟设计师 和施工房三方坐下来 去讨论这个可行性 那这样的话 比较能够获得 这个工程品质上的一个保证 看来也不能够做一个 太任性的业主 那这样反而会对整个装修 可能起到一些负面的效果 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 装修报价单里面的陷阱 二位专家能不能够再给我们 做一个梳理 就是说最关键 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 要把握住哪些节点 然后抓大放小 第一个避免漏象 第二个你大概知道说 你现在花的大部分的预算 主要在哪部分 那自己心中有一个想法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所有东西希望能够透明 然后这个施工房可以获得 这个合理的利润 然后同时也让业主可以比较放心 第一个看总价 这个总价是你心里面 我可以承受大概多少装修费用 装修企业给我的报价 如果说是跟我这个报价 比较接近的 首先这是我可以接受的 其次第二步就是根据我们前面 介绍的比例关系 这几个百分比 占据我装修装中的份额 是不是跟我们介绍的 那个比较接近 今天了解了这么多 装修清单当中的陷阱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 您都记住了吗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进入到 场外求助板块 来看一看观众朋友们 还遇到了哪些装修上的难题 我呢是有一个房子需要装修 一月份与装修公司 已经签订了合同 约定是2月11号进场装修 现在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无法就是正常的开工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 以疫情影响为理由 要求取消装修 我付给他的那个定金 是可以退给我吗 如果说我要延期的话 又该怎么操作呢 这个疫情的影响呢 在法律上是被认为 是不可抗力 但是呢不可抗力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当时才可以解除这个合同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业主 必须要在2月11号 那段时间才能进行装修 之后的时间都不空的情况下 就是已经符合了 我们法律上所规定的这个条款 也就是因不可抗力 最终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那么当时可以解除合同 延期之后 双方还能继续履行合同的 那么按照我们进行协商 然后呢进行延期 最后呢重新签订合同之后 来进行装修 那么如果说 由于这个之后的时间 也确实不方便 那么因此双方最后协商一致 解除合同的话 那么定金是可以退回的 本节目由上海整装冠名播出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装修上的疑问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心电话 6256-2525 我们每一期节目的最后呢 都会一一解答大家的疑惑 感谢您收看了装修新闻资讯节目 祝家游到 祝上海选上海 本节目由上海整装冠名播出 您所有的加装难题 都能够在这里